飄移Drifting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 好像是一件離身的事 自己又不懂飄移 香港又沒得看 今天我決定將它拉近一點 學習如何飄移 吳先生 你好 上來做甚麼 學飄移 這個師傅 有錢也很難請得到 伍佳琪也蠻猛料的 他在2009年就開始參加 美國Formula Drift 飄移大賽 2010年更加奪得賽事新人獎第二名 去年還奪得中國汽車飄移錦標賽 和泰國飄移系列賽總冠軍 對飄移是完全不熟悉的人來說 最簡單 最基本做的一個動作 其實是會感受到飄移 你會教大家做一個甚麼動作 很簡單 就是扭軚扭到差不多盡 接著就踩油踩進去 踩油 一放手 那車尾巴就會開始掉出來 你掉出來的時候 你就一放手 然後等下車子用前輪去配合尾輪 尾輪的方向去 然後踩上油 車子就會圍住 當然這就是一個很低級 很初級的動作 就像動作形狀一樣 就像動作形狀一樣 差不多手都不用 因為我沒有手 但基本上你是不看著中間的 這裏 你去動油門的車 不斷地去 不斷地去 油門是在後輪去打滑的狀態 然後一直記著油 然後軚扭不是怎樣移動的 你看看 一般車都做得到嗎 這個動作 這個一定要一輛尾輪驅動的車 嗯 但是看似很簡單 但實際好像很複雜 哈哈哈哈 要練多久會做到這個動作 這個其實我去教學 基本上很多人自認 如果有一點點對於車有興趣的人 其實說的是 換人自認就可以做到 我現在可以示範另一個東西 就是 那個圓形做了之後 下一個動作是打八字 那打八字呢 就是剛才的圓形就是這樣 就是那個圓形就是這樣 就是跟剛才一樣 但是我們加了一個東西 就是高度的感覺 我們轉身去另一邊 嘩 然後呢 如果再 再高那邊 我們可以打一個大圓形 就是這樣 我可以打大圓形 難過打小圓形 因為我們是將它有一個圓形 加上一層 其實呢 油門是最主要的 就是太平均輔助 即跟我們一般開車 應該是太平均輔線 但是其實就是跟著 我們會用油門 去控制車 左右去向 因為踩多一點 車會更多 你踩少一點油門 車會更少 油門便會更多 是否個人不容易暈車浪 對 你駕駛的時候會更好 哈哈哈哈 坐呢 是差一點 坐的時候 有時自己的教學都會穩穩 是嗎 對 不是那麼容易暈車浪的人 才可以玩的 告訴你 我現在已經有少許想後 100匹的車 總之是尾錄驅動 然後用舊的輪胎 可能去劏車場都撿到的輪胎 就可以開始練習這個剛才教你那種 打圓圈和打八字 要Charles 形容飄移的最大樂趣 他認為就好像滑雪和滑板 這些X-Game 但就更加有實用性 在危急的時候 甚至可以拿來救命 這件事 於失落變形 我們剛才開車浪費的時候 會很安全 因為我們就算真的 內線態都會 演機流版又會適用舊車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人一個人一脫 他們就很害怕 一脫鎖的車更脫 然後整個車掉頭 就撞到山 他在中國有開班教授駕駛訓練課程 在香港也曾經包場舉辦小型訓練 他希望在香港可以更正規 可以合法舉辦大型的飄移活動 五家旗兩年前 開始以香港運動員身份 出戰世界各地飄移賽事 成績更加理想 很老實說 七至八成是因為 因為支援多了很多 因為兩年前 兩年半前 在中國大陸的車隊 邀請我回去 鬥中國D1的時候 終於有一部好的車給我開 當時我是覺得 終於自己的技術可以發揮出來 同時 他亦給了很多不同的機會 我去練習 光是說那個車的提升 和那個車隊的配套提升 已經是幾個級別 再加上 當你有一個好的車的時候 你會自己的發揮都更加好 當然這兩三年來 我亦領略到更加多的技術 和更加多的世界高手去比賽 經過切磋之後 自己成長了很多 他今年更加和日本DMAX車隊合作 出戰世界D1職業飄移錶賽 得到更大的支持 自然就希望取得更好的成績 但他更加希望的是政府的推動 香港和飄移的關係 但我覺得如果要長遠來說 香港需要一個 好像這裡或更加大小的場地 讓一般的飄移愛好者 不用做到專業的水平 他們可以帶自己的車去多些練習 給他們機會提升自己 其實飄移是在汽車運動中 最低成本也是一個最簡單的 每個人全民運動都可以做到的事 再加速是行業 所以也是用來的 完全改善的 快樂 去看 1976 空調 又